当然 我是谁啊 我可是陆景和 老师他就是希望 我不要钻牛角尖 想拿那个画家的经历 劝劝我而已 前段时间我想画一幅画 因为那幅画对我来说很重要 所以我反复地斟酌和修改 结果 还能走 结果就是陷入死循环了 后来老师看过我的草稿之后 说我过于追求完美 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 我原本还不信 但等我找到那名画家的质保之后 我才知道 自己的问题出在哪 质保 就是那个画家的木屋里藏着的日记 他也经历了和我同样的事情 他最后寻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老师 他大概也是 希望我明白这个道理吧 一幅作品 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 在于通过画面所表现出的 画家的某些感情 技法层面的东西或许重要 但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最想表达的事 说简单一点 就是不忘初心 别急啊 我想你很快就会看到了 都结束了 那你有什么计划吗 既然如此忙完正事之后 你的时间我可以预约吗 我之前说过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现在 或许就是个好机会 不是 那个已经结束了 只是我的朋友向我提出了一些建议 而这些建议 我不能肯定 是否真的会奏效 能实现我愿望的建议 你说的有道理 那 我是否有这个荣幸 邀请你与我一起共度 接下来的旅途时光 是啊 能让老婆婆顺利解开心结 真是太好了 不过看小镇上的人 对她的态度 她之后应该不用再担心 同样的问题了 嗯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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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